中东的战火继续升温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连日来的冲突 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 500多人受伤 双方炮火相向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星期了 目前紧张的局势还是没有缓解的迹象 以色列方面说 他们这几天的军事行动 已经摧毁了敌方超过1000个军事设施 包括巴勒斯坦情报总部 部署在边境地区的以色列坦克 也加强对加沙地带多个目标开火 早前以色列也表明 他们会再动员9000名后备军人 参与这次的军事行动 而今天凌晨 他们再宣布将出动地面部队 并配合空军攻击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据点 眼下以色列的火力不断升级 而美国总统拜登的立场 依旧是以色列有权力自我防卫 对巴勒斯坦的这些反击不算过度反应 所以以色列这边明显是得到美国撑腰 而站在对立面的巴勒斯坦也不甘示弱 他们发动猛烈的攻势来回敬以色列 面对以色列密集式的狂轰烂炸 巴勒斯坦昨天展开全面反击 从他们所掌控的加沙地带向特拉维夫和周边地区 发射了数以百计的火箭炮弹 从高空放眼望去 多处硝烟四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 让整个地区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之中 以巴冲突不断加剧 让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生命饱受威胁 到了夜晚时分 不少家庭索性邪家带眷收拾细软 暂时离开家园到安全的地方避难 尽管以色列军队向巴勒斯坦发动的攻势不断升级 不过巴勒斯坦却没有丝毫畏惧 哈马斯发言人在一段视频中直言 打击任何一座以色列城市都比喝水还来得容易 以巴连日来的对峙已经导致好几百人伤亡 也连带加重了当地原本就已经紧绷的医疗体系 在医院的加护病房可以看到 医护人员正在抢救大批伤势严重的民众 而院方透露除了吃紧的医疗设备 电源短缺也影响了他们拯救生命的进度 虽然面对以色列密集式的狂轰滥炸 可是巴勒斯坦方面还是表现出一副没在怕的姿态 有人还怒呛说攻击以色列比喝水还容易 现在双方立场都很硬 而以巴冲突最大的导火线依旧是争夺圣城耶路撒冷 说到这个耶路撒冷 它是三大宗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的圣地 一块土地不同民族在抢 犹太人说2000年前在他们亡国之前 耶路撒冷本来就是他们的 但巴勒斯坦人则说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00多年 何况这块土地我也不是从你手中抢过来的 双方互不相让 导致巴勒斯坦地区这些年来硝烟不断 其实耶路撒冷的不平静 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导致的 这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恩怨 历史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本来一直是割两 本来是没什么矛盾的 直到1947年 联合国通过了181号议决 将巴勒斯坦地区一分为二 一半给了犹太人 另外一半留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这就是以巴冲突的开始 从那个时候起 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应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以及其他中东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就开始升温了 犹太人说 耶路撒冷是他们民族的起源之地 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说 他们拥有这片土地千多年了 所以他们当时是极力反对联合国 做内向一决的 而到了隔年1948年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后来呢 这个英国统治者离开了巴勒斯坦 而犹太领导人也在同年的5月14号 就是73年前的今天 宣布建立以色列国 这件事情呢 很多巴勒斯坦人就超级不满 因为那边土地本来是他们的 在他们的立场是这样 然后就爆发了一场战争 来自周边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军 就大举进攻 加入战争 当地超过75万的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 在接下来的70年沦为了难民 而这一场战争被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称为是大灾难 犹如面对种族清洗般的一场浩劫 以至于往后每年的5月15号 他们都把它当成是灾难日 这场战争到了第二年停火的时候 以色列是获得了这个胜利 他们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巴勒斯坦的领土 跟着还没完 到了1967年 另外一场战争爆发了 就是第三次的中东战争 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西岸 并且他们不允许巴勒斯坦人或他们的后裔返回家园 以色列宣称说 整个耶路撒冷都是他的首都 而巴勒斯坦人则声称东耶路撒冷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这一场近百年一直延续的对立 直到现在就在今天 以色列建国以及明天巴勒斯坦灾难日73周年之际 以巴的紧张局势又再次升级 警察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每晚发生的冲突 而东耶路撒冷一些巴勒斯坦家庭 他们受到了一些威胁被驱逐等等 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愤怒 回顾历史 大家可以看到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太多了 其中最棘手的就是无法共享耶路撒冷 这个双方都称为是自己民族盛成的地方 虽然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主导之下 双方曾经进行过和平谈判 但是关键处是很难达到共识的 所以谈判断断续续 进行了25年却一直没有实质的成果 从双方紧张的立场来看 以巴冲突是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的 除非双方同意在关键处退让 否则未来这个冲突只有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